大家好,我是Wallace 今天跟大家體驗一下 有S-Pen的Note20和Note20 Ultra 跟普通手機有甚麼分別 這部手機的價錢和其他手機的分野正正在這裏 如果以下的功能不需要的話 就不需要用Note 你可以選一部性格比更高的手機 好,我們來開始吧 首先說說Samsung系統 你買哪一部Samsung手機都有的功能 Samsung最新的UI可以讓你拉出手機 這是方便到有時在手機做多工處理時 又要跟人WhatsApp 又要做文件的時候跳來跳去 拉出來後可以按按鈕放在一邊 它會變成Logo 讓你之後開出來使用 側面屏幕我覺得挺方便 你可以把常用App放在這個地方 你一要用就會拖出來做多工處理 或者上下屏幕使用 你亦可以當多個地方找你的常用App 上下屏幕我用得最多是 上面Youtube下面WhatsApp 上面地圖下面Youtube 上面Zoom下面WhatsApp 或者Word同時有個視窗看To-Do list 不過手機屏幕不算大 這樣用法會看得有點辛苦 第二個功能是快速共享 類似iPhone AirDrop的功能 如果你有Samsung設備 就可以用這個功能快速分享 普通Android手機過夜給大家 除了WhatsApp聲外 就很難即時過夜 但Samsung的視佔率又未去到那麼高 暫時這個功用都不算多 除非你本身有Galaxy Tab 又有Samsung Notebook 我又不覺得它的東西 好用到你又要用到它的器材 同時我又發現了 有一個叫做紫尺共享的功能 不過這個功能我整天都用不到 即是廢了 另外一個Samsung功能就是八達通 現在iPhone也有的 這個功能是不錯的 因為人們的手機不來手用 即是我這些吧 不用客人將八達通出來 解鎖這兩部超聲波 平下指紋解鎖比舊代的Note 10 Plus好 準成度跟Galaxy S20 Ultra一樣 接著我們說S Pen 今代Note20 Ultra延遲到低至9毫秒 而Note20跟上一代一樣都是26毫秒 如果你很追求無延遲的不足體驗 Note20 Ultra會更加開心 真正分別是當你平時寫字很快才會感覺到 或者是滑滑那時 好 接下來我們說有什麼功能 第一 普通手機要截圖 記錄很麻煩 要截圖後再找執照APP 而且用手指真的記錄不到什麼 但有S Pen就不同很多 截圖後可以除了圈之外 可以寫字 滑圖 真的方便很多 而你沒有支筆是做不到的 第二個功能是即時翻譯 只要你按了這個翻譯功能 放在字上就會自動detect和翻譯 以前其他手機要copy一大難餐 接著就是即時執照 雖然我也是那句 用來執照Android沒有什麼好用的APP 但用手機可以很快執照 有時都會需要用到 普通入完照片後出IG就會方便得到 例如我手機拍完將RAW放入Samsung Lightroom 接著加少許Caption和Effect 當需要這個功能時 Note就會發揮到很大的作用 它支筆幫助你的Wordflow 以及比用手指準確很多 第三是去背功能 我們可以試試把網上的圖 去背加上WhatsApp Sticker 它的功能有就有 但Fail的機率也挺高 要一些很明顯有差別的圖才能去背 如果是人樣或產品照片那些還未做到 但手動去背的功能就很差 如果真的要做就要用相片大絲 有筆用相片大絲才能做到 你沒有筆就不用想了 雖然有筆也不好得去哪裡 第四是即時記事 當突然之間跟人說電話 有些東西要立刻記下來 或是平時有東西要立刻記下來 身上沒有紙、沒有筆 又不想打字的話會有點困擾 我經常用的 例如報復Microsoft維修時 要立刻記下來 拔筆出來就可以立刻寫 會方便了 另外S-Pen的遠端操作有甚麼用 可以看回我上一段影片 不過這部手機最用得著的就是控制鏡頭 如果你是YouTuber 想用這部手機拍攝自己 這部手機會方便了 不用走來走去按 不過都是那句 失敗的機率也挺高 需要好一段時間去習慣這個Air Action 或者一大群人拍照時 當作遙控也很方便 只是這個功能我都常用 這部跟Galaxy Tab一樣都支援Samsung Desk 都可以無線用Mirror Castport在家裡的螢幕上 有甚麼用呢 以往回到家要用家裡的電視和喇叭上YouTube 或者聽音樂 要不就插線 要不就買iPhone和Apple TV 或者電視本身有支援才行 但用手找片 按到你懷疑人生 這部有這個功能 方便很多 雖然無線搏的介面會抖抖抖抖抖抖 不過幸好的是看YouTube 看Netflix和ViuTV都可以 不太感覺到 第三個可能性是當平板用 你要當手提電腦 Samsung Desk的限制我已經提及了 你可以看回那條影片 如果你接受到限制 如果你家裡又有台機 你都可以連平板手提電腦都不買 就這樣用這部機上課 Drop Notes看Note 出去買個千多元的Portable螢幕 加上尿袋 鍵盤 滑鼠 然後就這樣當你手提電腦用 手機Samsung Dex 可以讓你駁到電腦開 你首先要安裝一個 叫Samsung Dex的App 在你的電腦上 然後插進去就能用到 雖然這個功能我都不知道用來做甚麼 最多我是用來開幾隻手機遊戲 又不想浪費家裡電腦的RAM用 或者拖延過夜 其實也不多人這樣用 接著是搏電腦 Samsung手機搭Windows的MyPhone App 現在可以看到 Notification 可以收電話 打電話 看訊息 看相片 不過影片就不行了 你回到家裡 黏著電腦 你就完全不用拿電話出來按 其實都方便的 你不覺得工作時 你每次都要拿電腦出來 很麻煩嗎 不過這個App有些問題 一來的電腦會經常彈出來 你真的工作時很麻煩 第二就是它的連接方法 真的很麻煩 經常都失敗 又要你隨便搏來搏去WiFi 之後都是連接不到的 所以真的很麻煩 好了 看完我這兩段影片 其實每個人都插電腦 其實值不值這個價格 是 你可以買其他手機 但是如果你真的需要這支筆的體驗 又不想用9000元買一部 你用不著升級的功能 Note G10和Note 10 Plus 都是唯一的選擇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個訂閱鍵 按旁邊的小鈴 有新片的時候就會通知大家 下次再見 我是Wallace 希望大家再有一個 屬於香港人的電子產品評審頻道 Bye Bye